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10分 加权指数今天跌了389点 大跌 今天一开盘之后 我一直在关心一个什么 我在注意量的部分 到底会不会有狂气的卖压出来 这才最重要的嘛 对不对 上涨怕没量 下跌怕出量 今天一开盘很快就跌了350点 这开盘就350点嘛 那350点那个还是其次 量有多少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一开盘的量还蛮吓人的 2800亿 可是第一波的量能预估一定会比较高 可是很快的就下修下来 就降到剩下2300 那最后成交量2293亿 2293亿比上个礼拜19002000 虽然多了一些 可是这个量还是算有效的控制住 最近行情一开盘之后 就跌350点 那紧接着一整天的时间 都维持在跌400点到 350点的内容 就是50点的范围里面 50点里面 50点里面 走了一整天 所以量控制住 卖压就能够控制住 量如果持续放大 那么卖压就会持续狂泄出来 首先这行情一开盘之后 很多个股一开 然后几乎都在最低点 紧接着开始盘 可见得主要卖压就是在早盘 当时狂蟹的卖压 那接下来就整个就变平的 50点里面走一整天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下跌 让尖亚洲股市跌幅都很重 尖南韩也跌了3.5% 日本跌了3% 香港跌了3.1% 只有大陆是守住的 上证跌0.8% 深圳是平盘 因为大陆本来他们 整个国家的规模够大 经地体够大 它不见得会跟全世界同步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格局 重点在于他们的政策刺激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大陆是唯独 没有受到美国股市给影响到的 否则今天亚洲股市都跌得蛮多的 那美国股市在礼拜四已经跌了680点了 630点了 今天又跌了880点 2天跌了1500点 之前道琼6天 6天涨了2500点 6天去2500点 结果2天就跌掉1500点 跌得好凶啊 不然都很凶跌 涨得也快跌得也凶 这是典型美股的走势就是这样子 那美国在礼拜五的时候发布CPI 5月份的CPI 原本在4月份的时候 已经稍微缓和 降到8.3%了 那5月份又升回到8.6% 本来市场预估应该就是在8.3%左右 发布出来的数据却是比市场 预估得来的更高 所以让市场担心 通膨物价又上来 这一次6月份的升息 会不会原本说好的2码 反而变成突然提高到3码 所以市场的想象 就会反映在整个股价身上 那我个人预估 升3码的可能性应该是还没有 可是它会保留一个弹性 看未来一个月 美国物价的一个控制情况 因为美国接下来可能会很快的 因为这个8.6%的CPI发布完之后 美国应该会很快的 把对中国大陆的关税给取消掉 增价关税给取消掉 那这样如果能够把物价给控制下来 那7月份就不见得需要加码去升息 那如果整个6月到7月期间 物价还是一直控制不下来 那11月份再加码升息的可能性 就还是存在了 所以这一次礼拜二跟礼拜三 美国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6月14 6月15 今天就13号了嘛 对 14号 15号美国要升息 这个动作我个人认为 应该还是会维持在凉嘛 所以上班我是跟大家讲过 美国升息在后面 股市大涨一波之后 在升息前不可能会冲出去 结果被CPI搞的两天杀那么多 那今天亚洲股市跟着跌是必然的 那没有办法 你看今天不管南韩或日本都一样 跟台湾都一样 开盘之后 然后就一直起不来 南韩是越跌越多 日本也是越跌越低 那台湾是控制住 台湾开盘之后就控制住 所以我们卖压是控制住的 那亚洲股市间谈不起来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美国股市跌完之后 今天在电子盘的部分 也没有看到稳定下来的迹象 目前我们在录影时间 又跌了468点 所以连跌两天 现在电子盘还是没有缓和的迹象 所以让亚洲股市间卖压 出来之后也起不来 但这种电子盘 重要性当然有 可是关键还是在晚上 实际交易的情况 那美国礼拜二礼拜三的升息 才是最后的一个答案的定夺 所以这两天 美国升息的情况如何 要特别注意 好台北股市间 上市的部分61加涨 882加跌 42加平盘 所以9成以上的股票 今天都是跌的 那还好是今天卖压是分散掉 今天大多数的股票 大概都跌2%到3% 是最多的 那如果跌到4%5% 那就跌重了 2%3%的内容 都是正常的 因为只说跌了2.36% 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用时间周期的角度 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大的周期是走73天 所以73天到很快的 涨了1200点 那小周期的部分走14天的倍数 28 14 28 所以当时涨上来第14天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们 第14天到了提防转折 会再蹲下来一次 那到礼拜五截止是到第8天 所以上礼拜五跟大家讲过 上礼拜五跟大家讲过 虽然称在上面很强 可是时间周期14天才到第8天 后面还有6天的时间 怎么样涨上去都会再下来 尤其美国要升息 在美国升息前 市场观望清风会比较浓 那结果今天台北股市跌了389点 那如果以周期来算的话 今天是第9天 123456789 今天是第9天 那第9天以14天来计算 还有 几个 6个交易日 今天是第9 还有5个交易日 所以这个礼拜 台北股市就算有弹上去 也会再打下来 会直到14天结束 才会有新的机会再起来 那以现行来看的话 15949到这只脚 这只脚很重要 15892 15892距离现在 差多少 大概差180点 差880点 所以后面如果 5天时间 后面5天时间 如果 180点都能够锁得住的话 这个平台能够锁得住的话 那这个行情还算是一个强势的行情 但大盘归大盘 个股归个股 我跟大家讲过 现阶段重点 大盘有大盘的周期 个股有个股的走势 重点你要把它摆在什么 5月营收的数据身上 这两天 我看一下5月营收 还有点让我吓到 还有点让我吓到 为什么说有点让我吓到 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大家看 5月上市会的总营收 3.47兆元 这是有史以来 单月第九高 比4月份成长3.9% 比去年的5月份成长9.1% 尤其创下历年来 最好的5月份 这个数据让我吓一跳 大陆在封锁 国际之间那么混乱 台湾5月份竟然创下历年来最好的5月份 而且年成长91% 那更重要的 今年前5个月17.32兆 看这个数据你没感觉 我这样形容 历年来最好的前5个月 历年有史以来最好的前5个月 而且比去年的前5月 又成长10.1% 这真恐怖啊 这很厉害啊 你知道人家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经济越好股市越好 经济越差股市越差 航行涨跌是过程 你景气好 遇到修正坡修正完之后 景气好的环境之下 回升就会很快 那如果景气很差 那你修正完 弹也弹不起来 弹也弹不高 所以指数涨跌其实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今年的总体状况是如何 你知道今年事情很多啊 国际今天事情很多 又是战争 对战争所带 所带动的物价飙涨 对美国又要升息 带动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升息 然后又疫情的关系 全球股市啊 全球主要国家又乱七八糟 大陆动不动这边封锁那边封锁 对经济都是干扰 就没想到台湾的 今年的业绩 竟然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前五个月 而且比去年成长10%啊 你知道去年台湾GDP有多少知道吗 台湾去年GDP 6.28 已经是高成长的 已经是高成长的 如果以上市贵的加速 上市贵的获利 来代表 国家的经济成长的话 去年6.28 今年前五个月又成长了10%啊 所以今年是比去年的6.28更强 这两天我看了这个数据之后 让我有点压抑 哦 怎么会好到这个程度 那既然台湾有这样的成绩 那我就定下心了 可见的台湾台北股市的跌 是受到国际的干扰 被拖累的 被拖累的 被拖累没关系 等到一切事情稳定下来之后 台北股市的反攻 会很强 因为今年的获利 将会创下历年来最好的一年 尤其去年GDP已经6.28了 今年到目前为止又成长了10% 所以今年业绩 恐怕还是会比去年来的更好更强 那这样我心就稳定下来了 那既然这样子台北股市 后面这五天跌下来 你怎么 你要趕快去买 你要赶快下去买 因为台湾今年业绩真的好得不得了 可能你会受到国际的干扰 可是台湾毕竟还是台湾嘛 对不对 国际有大环境 台湾是水波主流呢 还是更差 还是不受影响更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先跟大家谈一些东西 你知道一年有12个月 在一年12个月里面 有几个最重要的营收月份 这是你一定要注意到的 因为这几个重要营收月份 它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先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每年最关键的营收月 二五八 这三个月最重要 为什么说二月重要 因为二月普遍有年假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大概有十个十天的假期 十天的假期大概会有一周多 工作天会被影响 所以在长假之下 如果业绩还能够写好成绩的 甚至于创新高的 代表什么 代表连过年假它都不得放 它都不能放继续加工 所以代表今年业绩就会很强 比如说联电 联电二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你看接下来三月四月五月 每个月都在创新高 所以二月营收是很重要的第一炮 如果二月营收在年假下 还能够很好的不受影响的 那今年一定很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每年二月营收是让你判断 哪些公司今年最具爆发力 这样听得懂 第二个就是五月营收 因为五月有大陆五一一个礼拜的假期 所以往往五月营收都会少大概15%左右 15%到20% 那如果五月营收在大陆五一假期之下 它不受影响还能够保持好成绩 甚至于创新高的 那代表它今年业绩也会很厉害 那更重要的是五月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那大概你就可以估计第二季 估计第二季那你就看到半年报会有多少 那看到半年报你如果会在财务方面你会计算的话 大概你就可以估计一整年这家公司的业绩会有多少 所以五月是一个最重要的月份 可以从五月的五一假期 看到第二季看到半年报甚至于初估到年报 一家公司你如果说有办法在五月份 就估计到半年报跟年报的话 那这家公司的状况大概八九不离十 你就可以掌握住了 所以五月营收是一个很重要的营收 所以这次五月营收能够交出那么好的成绩 那今年台湾基本面不会差到哪里去 甚至于不会比去年 甚至于比去年会来得更好 那再就是八月份 因为很多行业甚至于电子行业 在八月份开始进入年度的营运旺季 所以八月旺季订单开始来了之后 八月是一个领先预估下半年的时候 八月营收旺季订单一下来 马上可以创新高的 那代表他今年旺季订单掌握到了 如果八月营收 没有起色 或者起来幅度不大的 那么可能他今年旺季的订单 他是落空的 这样懂吗 那这样整个下半年 太要好可能也好不起来 所以每年营收二五八 这三个月你要特别注意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月 三个指标月份 今天特别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所以从五月份的营收 写下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今年台湾的经济原则上 不会太败了 甚至于会很好 那在五月营收 那么好的成绩之下 总有好跟坏的嘛 对不对 我大致上把它给归纳 五月营收最强的焦点族群 再三个 晶圆制造相关 你看从台积电 联电 利基电 世界先进 环球晶 中美晶 家晶 汉磊 这是晶圆代工 上游的材料 到下游的封装 历程细格 新权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所以可见呢 今年金元制造这一组 是今年业绩最强里面的更强 所以接下来大盘如果要修正完 要开始大反攻的时候 一定是从最旺的族群来带动 所以作为钩票你要注意 今年台湾基本面好 好的里面更好就在这里 好的里面更好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了解台湾今年好不好 那好哪里最好 接下来大盘在攻的时候一定是最好的 带动场 而且涨幅会最大 那第二个就是MOSFIT 大宗捷利捷敏富顶 几乎MOSFIT 没有全部啦 可是大多数都创历史新高 在海运股也不错 长龙 汇洋 中航 荣运 台航 这些航空公司也都创新高 所以最强的三大族群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选股上你要有方法 或者上市会1700多家 你没有一定的方法搜寻 你不知道你的重心应该摆在什么地方 所以从五月营收 列出了最重要焦点 你可以把你的重心摆在这三大产业身上 摆在这三大产业身上 利用最后这五天 落第二只脚的时间 把你锁定的标的 设定好进场价格 价格来就要开始进场 那么看一下这几档重要指标股 台积电 今天外资又卖了400多亿 台积电一定是被外资卖下来的 那也无所谓啦 反正外资本来就摇摇摆摆的 台积电16号要除息2.75元 台积电5月营收1857亿 年成长65% 而且前五个月 年成长44.9% 前五个月家权指数上市会营收成长10% 10.1% 光是台积电就44.9%了 所以台积电 让整体大成长的影响 占的比重相当的高 所以台积电就是大反攻最重要的指标股 台积电如果强势的话 其实这都可以求 520以下这个都是进货的区域 有够多啊 680大家抢着买 外资寒一升1000 1070 大家买买 现在充500块算不敢买 这样也说不过去啊 但不强迫啦 不要强迫你自己 台积电你想买的 这支咖 大概520那附近 可以参考 那联电 台积电更厉害 台积电两个月收历史新高 连电是连续8个月收历史新高 前5个月成长37% 也比家群指数成长10% 来得强很多 但家群指数不能成长到那么多啦 那个股能够成长超过 代表它是领先的 那有些是衰退落后的 但那个就避开 连电成长37% 连续8个月 但前一阵子很强 那大盘这么弱 它也不可能不跌 这波上来涨了21% 那这次修正下来之后 你要接的话 如果你对连电有兴趣的 这个平台要注意 这个平台要注意 甚至于进行这支咖 要跌破应该不容易 这支咖要跌破应该不容易 所以台积电连电这两支股票 将是大盘转折 反攻最重要的两支股票 两支指标股 那联发科今天 上礼拜五还很强 那今天跌了43块钱 因为今天不可能不跌啊 大盘跌了那么多 联发科不可能不跌 那联发科跌是好事啊 你低档 我八百块一直在说 你都没没 那这次再蹲下来的时候 想买的你要掌握这一次的机会 联发科 五月营收520亿 果然如有预估的 在500以上 都是好数字 520亿的营收发布完之后 把人普遍给的目标价 都在1200元以上 1200元合理啦 联发科前五个月的营收 也成长33% 你看光是这三家公司 就对台湾的经济 做了多大的贡献跟带动 这三家公司 就是接下来大盘反攻 最直接最重要的 三支股票 尤其联发科早已带动 包含整个IC设计组群 让他带上来 这速度就会很快 联发科压下来 月线的支撑要注意 想要买的 月线支撑也当注意 但联发科这一次 在23号除锡 配73块 这个配的锡的空间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MOSVIT的部分 MOSVIT这一次 也是整个带动 五月份 今年度整个MOSVIT的业绩 都大方欲彩 这我跟大家讲过 你看今天大盘的下跌 MOSVIT还是最稳的 大中还涨五毛钱 杰利跌五块 尼克森跌一块半 副顶跌一块 杰敏跌七毛钱 这很显然的MOSVIT 还是最强势的 还是最强势的 MOSVIT里面大中 这个随时高顶会喷出去 可是已经涨了一波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大概已经涨了快四成了 起来四十八 结果对冠也比较不容易 那比较没有涨到 尤其获利最好的 就是杰利 杰利连续三个月 被营收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获利也成长了 比去年的三点一 成长了七十几趴 将近八十趴 今年每股获利上看二十二块钱 所以这是MOSVIT里面最赚钱 涨幅最少的股票 那副顶 这波是最先涨 最先涨 创新高之后 本身要震荡休息 你如果要让它掉下来 回到月线的地方 那你再去接 今年每股获利 也是有超过一个股本的实力 这是MOSVIT的部分 韩股 今天卖压也一样重 长龙跌了六趴 阳明跌四点三趴 万海跌了四趴 月间跌也没办法 整个大盘跌那么多 个股卖压 都丢出来 可是长龙今年每股获利 这个比韩股 其实业绩比电子股来得更强 成长85趴 那阳明是成长 阳明前五个月成长64趴 万海前五个月是成长89趴 所以包含阳明长龙 今年每股获利都70块钱以上 甚至于长龙还有机会看到80块钱 长龙目前支撑就在130元 阳明的支撑在120元 阳明支撑在120元 这个都可以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其他电子股高档高价的还是比较跌的重 你看南电新兴景硕 这个都跌到4% 5%去 金融股都不谈的啦 金融股不建议 在这次防御保单的问题没解决之前 金融股都不建议 那高价的普瑞今天跌了65块钱 4.3% 所以联发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瑞玉跌了2% 瑞玉这波也很强啊 这有下来第一波你没有跟到的 第二波下来可以注意 那联永间也跌了15块钱 细创间跌了7块钱 所以细创240这里 240这里要注意了 目前是在上涨50天的周期 第一波涨了6天 那现在压回来 如果第二只脚可以注意 这个本益比都只有5倍的本益比而已 都很低 联练台积电我就不说了 就不多说了 那旺宏今天跌了1块1 1块1也还好 也还好 本益比也是只有5倍而已 这个在38块钱附近的支撑 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跌 现在旺细跌2块钱 旺细我希望它再低一点 更加多更加多 这些股票也是 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在设备探针卡的部分 第一机的业绩3.25 也成长了超过一倍以上 那这个底部都出来了 下来如果第二只脚的时候 旺细可以特别注意 股价腰斩还在底部 这种底部 今年获利翻倍的公司 我知道今天大家应该不敢买 看到国际跌的那么重 应该不敢买 我今天买了一些股票 今天趁下来的时候买了一些股票 包含台积电 我今天下去买台积电 我今天下去买华硕 华硕一开盘我通知 三百二三元买 都买得到了 最低三百二十二点五 抽盘在三百二十七块钱 这都很够低的 这个今年至少 EPS五十五块钱起跳的公司 虽然没有去年六十块钱那么多 可是五十五块钱也是很厉害的 买炭甲水底的 价格都太低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下去出发 我刚跟大家谈过 因为刚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东西 浪了蛮多的时间 你从五月营收 创新高的公司里面 去找目前还在底部的 因为总共 创新高公司有这么多 有股价在底部的 股价在爬坡的 股价在高档的 或者股价在下跌循环的 高档跟下跌循环你就不要找 你从底部跟爬坡的内容下去找 尽量把它聚焦在 晶圆制造相关 MOSFIT跟海韵股 这三大主轴 在接下来等大盘五天后 开始进入大反攻的时候 这是最重要的焦点 我今天特别把这些焦点 拉出来给大家看 希望你在接下来五天 如果你不敢买那就算了 不敢买那什么都不用谈了 如果你敢买的话 要布局的话 这五天你往这方向下去找寻 或者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利用这五天 来布局接下来大反攻的行情 我们的负担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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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